大家好 今天清晨在强烈大陆冷气团 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 各地天气都还是蛮冷的 不过白天气随着冷空气减弱 一直到周末各地的气温都会呈现逐步回升的一个状况 下一波天气系统的变化 大概是在下个星期一跟星期二的时候 东北风又会再度的增强 到时候迎风面的北部 东半部下雨的机率增加 北部的天气也会再度的转良 不过很快的下星期三之后 东北风减弱了 气温就会回升 水气也会减少 详细的状况我们先透过卫星云图来说明 大家从卫星云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今天在台湾的上空 几乎是没有什么云分布了 显示台湾附近的水气相当的少 目前只有在花东一带 有一些低层的云气分布 也因为云量偏少 冷空气的作用 再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相当的明显 今天清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温度的分布图 点绿色代表是12度以下 浅蓝色代表是10度以下 其实台湾本岛包含了金门马祖 普遍性的低温大概都有10度到12度以下 甚至局部比较空旷或内陆的地区 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特别的强 还出现了更低的气温 像新竹跟苗栗就出现了6.7度的低温 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或者是台南 也出现了7度左右的气温 不过白天在阳光照射之下 今天白天的高温 气温就会慢慢地上升 普遍性的高温大家可以回升到20度以上 中部跟南部可能再更温暖一点点 那今天白天天气相对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各地大致上是多云稻晴 只有花冬可能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那接下来周末的天气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周末这两天的天气以西半部而言 大致上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多云稻晴可以见到阳光为主 不过东半部因为云量稍微增加 并且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所以东半部的朋友外出可能要攜带雨具备用 那气温的部分的话 各地早晚的气温都还是有一点冷的 低温大概介于11度到15度左右 那空旷的地方可能还是会再更低一点点 那白天的气温会逐步的回升 普遍性像北部东半部高温都可以回升到21到24度 那中南部可以达到2526度 这样的状况之下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早出晚归可能要多加件衣服 那另外在夜晚清晨的时候 像周六的清晨马祖 那周日到周一的夜晚清晨 中南部可能会因为低云或雾影响到人见度 交通往返或者是拥路行征 可能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至于后续的天气的变化趋势呢 刚才提到周末之前 西半侧天气相对稳定 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 那气温都是呈现逐步回升的一个状况 那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东北季风会增强 到时候北部的气温就是红色这一条线 会稍微转凉下降一些 白天的高温大概20度左右 所以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北部的朋友会感受到又稍微转的 冷冷凉凉的 那至于其他地方温度受到影响比较小 那星期一星期二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出现 星期三东北季风减弱之后 北部的气温就逐渐的回升了 水气也减少 那所以星期三之后又回复成西半部天气稳定 东半部有局部降雨的心态 好以上就是最新的 未来的天气趋势的说明 MING PAO TAKA